区公所平时业务繁忙 区内各项大小失误及建设推动等等都需要处理 现在面临疫情影响更是加重了公所的业务 但是尽管如此 瑞芳区公所还是每年年初或是年底的时候 都会安排公所内相关单位一起到里内会堪各项基础建设 今天第一站就到铜山里去实地会堪 我们瑞芳地区辖区真的是非常的广大 那尤其有一些山区道路可能尤其我们这边常常下雨 所以说很多路面都很湿滑 那我们里长也非常用心 里里面每一个大大小小角落里长都非常的了解 那今天趁这个下雨天的时候 更可以感受到这路面 哪些地方比较湿滑需要再整修的 那我们今天跟里长来现场来看 希望说把可以路面做得更安全 那里面的长辈可以行走这样更安全 会看后马不停蹄的立刻赶往第二站来到了连星里 与里长一同了解要改善里内的路面平整以及湿滑的情况 要给长者安全的道路使用环境 里长也表示非常感谢公所的用心 关心里内的各项状况 今天我们这个工作是来看长人路这路面的铺设和施滑 因为这个我们也很感谢公所 这个固定到这里的扣定 它就必须应用了 这方向全公开来跟我们关心 来替我们做一个理想的工作 好那每年的话最少我们大概都会在年初或者在年底的时候再重新再检视一遍 那里长如果说平常有任何需求的话 可以用LINE群众或者电话跟公所回报的话 公所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 把有急迫性的赶快把它补起来 里内各项事物及待改善事项各里里长最清楚 公所与里长保持紧密联系 里内有状况时随时通报公所 公所会立即安排处理 确保里内各项基础事物完善 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及居住品质 记者李嘉文瑞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